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各位说 这个就是标准的叫做石花 这是指它A货的现象 如果是B货的话呢 这里面的花不会翘尾巴 它这边的花呢就有一点这样子 有没有像钩一样的 这个就是天然的冰种玉石 可是你可能会问说 天然的冰种玉石 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钱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这个 导播可以的话把它打近一点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因为有一个黑斑 可是这个黑斑去不掉 如果要把黑斑去掉 那就要B货了 所以会更糟糕 好不好 但是也是买到真货 所以也跟着涨上来了 OK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这么大的一件的雕件的话呢 您是不是来自己介绍一下 这个应该就是周转了吧 对 好 来 这怎么周转的 爸爸的朋友就是有在 就是早期在中国大陆进中药材 然后带了艺术品回来 然后就说 看可不可以跟我爸 就是周转一下这样子 好 这个周转多少钱 这个那时候好像是 听爸爸说好像是三万块吧 三万块 来 我问 你这个在大陆哪里 这个我就不晓得 爸爸呢 爸爸有来吗 爸爸 爸爸在哪里 在哪里 爸爸在拍照 爸爸在这边哦 爸爸在拍照 爸爸原来是你哦 来 爸爸这个三万块 你觉得值得吗 值得啊 值得 那你觉得他哪里漂亮 为什么你会愿意借他三万块 因为这个瘦山石 有办法镂空的不简单 而且他这个白色的跟灰色的 是同一个石头 不是连上去的 你怎么证明 我用放大镜我也自己看啊 你也有放大镜啊 爸爸 等一下 爸爸 你刚才是不是讲别人的是一千块 是不是你 所以是他 所以他的眼力是有问题的 你相信爸爸的眼光吗 相信 可是你在偷笑耶 您觉得他现在目前的市场价值 是多少 我相信爸爸的眼光 所以他应该有五万块六万块的价值 五万块六万块 你现在有没有帮爸爸打工 你是他的员工吗 算了 你不敢所以你不敢得罪董事长 那个妈祖婆在这边不敢说 对 背着良心的话 好来 如果他是真的瘦三十的话 应该有那个价值 怕就不是瘦三十 来来来 我们问一下观众朋友 我给你那么近看 你觉得这个是真的瘦三十还是假的 如果你认为是真的 你举手 好来 我们我们那个 你看都没人举手 来我们请 一二三 举手 真的 好来 如果你认为是假的 请举手 哎呦 爸爸你要看后面 举手一堆 爸爸我跟你讲 只有你一个人觉得他是真的 现在我们台湾是民主社会 是靠选人头 来决定真假 好来 我觉得也不用拿下去给大家看 那什么意思 大家这样子看就看得懂 奇怪了 爸爸愿意借他三万五 好 我觉得那个友情无价 对不对 即便他不要给他 不要拿这个瘦三十 我相信那个爸爸一样 也会拿三万五给他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瘦三十的镂空石雕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尖叫 三千元 假的吗 对 我给你解释 这个呢 叫做高山石 什么是高山石 就是山上 高山上面的石头了 然后呢 拿来这边做了人工的处理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是白色 下面是比较深的颜色 是同一块石头 爸爸说的没错 不过 这个东西还是走眼了 它整个是一个人工处理的 好不好 什么意思 人工处理 这是一个高山石 它不是瘦山石 它就是一个一般的山上里面的高山里面挖的石头 所以它还是真正天然的石头 是真的天然石头 OK 那我们说的三千块呢 就是它的雕工 哦 那如果你说这个雕工 哇很困难 来我跟你说 大陆 如果你到福州 你到厦门 你到深圳 广州 通通都是雕这样子的东西 哦 这种工人 一个月的薪水 现在涨价了 现在一个月薪水 大概是两千块人民币 大概可以雕十件这样子的东西 嗯 所以因为你还要食材嘛 所以三千块一件 好来 但是最起码它不是那个什么塑胶的啦 灌磨的 对 所以它是一个天然的石头 好来 我们谢谢您 谢谢 好接着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走入人群了 好看看各位呢 手上到底有哪一些珍宝 还把这个手上的珍宝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来 所长呢 我们这个花轮胶我们下来 来 我们我刚刚已经看到一个 非常非常的亮的 不够金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个好像不错 待会 好我看到一个更亮的 来 刚刚 刚刚那位赚了二十几万的小姐不见啦 出台了 出台了 他马上回去告诉他的老公说 我赚了一十多万 这好像赚乐透一样 好来 这一个 来 我们先来看这一个 刚才不是坐这边吗 换人了 马上 马上换人了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厉害 好这个呢 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冰种的这个翡翠 翡翠的一个手帚 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来 您从哪里来贵姓 我从台中来 姓黄 黄小姐 好黄小姐 您当时在哪里买了这一个手帚 在北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玉石的加工厂 糟了 我真要做这个动作 被你先做走了 我本来想说有机会是真的 你知道吗 他一讲到那个北京的什么加工厂 我大陆这样子跑 你是不是跟着旅行团去的 可是我是参加Logo 他们当地办的旅行团 那更糟 后来你是不是被关在里面 你如果没有买东西 它不会放你出来 是不至于啦 好 因为你买了 对 好告诉大家 您在那个北京的加工厂买了多少钱 9800人民币 你说什么时候 快五万块了 大概六七年前 六七年前 好啦 来 我们说这样子的东西 现在的金额 简单的说 只有两个金额 一千吧 我都还没说 他自己就说一个金额一千 你说一个金额是多少 不能讲一千 一千他说走了 两千 我跟你讲 坐你旁边的都是你的邻居吗 难怪你们都在幸灾乐祸 不好 你现在是不是很紧张 对不对 你是特地从台中 然后来上我们的节目 来看我们节目 对不对 就拿了这一个吗 还是拿很多 其实 您这边还有没有 其实这颗蓝宝也是 因为它是我们两个 就是办集团结婚的时候的一个正品 所以它是你先生 你买这 你都在那边不讲话 手镯这个买的时候 你有参与你的意见吗 有啊 有啊 你也觉得可以买 是不是 我选的 你选的 他开价是开多少 因为送给他的 结婚都没有送给他什么 哎哟 你看好甜蜜 但是 我们在电视里面都讲过 你有听过 清学跟我是什么吗 我们两个人是怎么样 婚姻破坏者 有情破坏者 对 你那时候这个开价是开多少 对 我没有杀价 奇怪为什么 你们都不杀价的啊 因为老婆在旁边啊 为了要显示自己很大方 那个时候结婚了没有 结婚 刚结婚 对 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说 没有人不杀价 老婆在旁边嘛 你知道吗 如果按照这样子看的话 其实北京这个价格大概980 人民币 因为他9800就是要让你杀掉 后面几个人的 那问题不在那里 口袋不管怎么样 哭声也要做好嘛 对不对 那个时候刚刚结婚 怎么马上露底呢 是没有错 如果待会见价的结果的话 是假的话 麻烦老公 待会马上去镇上呢 买一个真的给他 好 来 您这一姑呢 这多少钱 我觉得1000块也没关系 因为所长会给一个 爱的抱抱 他是要来抱你的 老公在旁边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翡翠的手镯呢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见价 2万元 还是赔啊 但是真的啦 可是这是真的 这是真正的缅甸狱 不错 我跟他帮你保住你的婚姻 所以我就说你们应该是没有杀架 他其实是应该打算让你们杀架的 对 恭喜你 2万元 恭喜你 来今天呢 还有位观众朋友 赖先生 赖先生 您自我介绍一下 清水你好 你好你好 您是来自哪里 台中 台中 台中的观众朋友 好 台中的观众朋友 我们您带来的是很特别的东西 家里有老酒吗 你们有吗 有 有吗 你怎么带老酒来 没有吗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叫他带老公来 带老公来 没有老酒 有老婆 您是不是 您是从什么工作 做机械 做机械 机械的 台中那个机械的工具机的部落 非常的有名 对 好 这个是产业链 好 但是呢 您带来了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上面加什么 来 这个家里官 选付 机械 附机械 选的 好 嘉义县议会 来 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家有没有 这可能要做机械 还是机械的时钟 比较有对吗 机械到附机械的时钟 好 为什么用大象 董相 对嘛 那个 现在还能这样吗 可以啊 可以客制化 比如说马银酒当市长的时候就弄了一个马 马到成功这样子 对 它这个有一些公关费可以用 OK 这个很漂亮 很不错 那当时直接送给你的 这是我接车煮的会订的时候 朋友送的 哦 师子会 对 朋友送的 那时候有没有听说这个大概 里面是装什么酒 高粱吧 是吗 高粱 应该是高粱 上面有写是不是 这里有写 对 高粱 玉三层高 玉三层高 它的酒精度不高 只有40%而已 你如果说金文高粱差不多五十几%嘛 因为要用国货以用台湾的义三层高 对 成功 好 来 你自己鼓勒这罐差不多要多少 这罐喔 在桌有人收到吗 没有喔 不 同样两万 两万有两个意思啦 你今天好像是要来买酒 两万有人要买吗 没人 两万两种意思 两百块有吗 有啊啦 如果鸡酒两百块要买吗 还怪了 好 来 老九龄可以啦 可以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一个是90年吧 对 好 民国九十年呢 嘉义县议会的这个纪念酒 好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值多少 请建价 三千块 哇 不错 两万 两万是另外一个意思 慢慢的 等也是两个万 等二十年 应该有两万 那为什么这三千块 这个喔 第一个 它去客制化的时候 像这个成高一般来讲 也必须要一千多块才能买到 像这样你去跟贡卖局买 也要一千多块 那加上这个像是财神 加上它的量不多 而且它当初有两个颜色 那两个颜色一组的话 在收藏界曾经卖过一万块 那现在是单支嘛 都破一支 你都破一支 本来也是一堆的 好 所以它有一个三千块的架子 好 今天也非常谢谢赖先生 带来这两瓶老酒过来 这两瓶老酒应该坊间上很少看到 很少看到 它不过一瓶是可能是假的 千万不要喝的汤 好 来 谢谢 来 接下来我们请老酒连 带我们下来看一下 好 我们先请老酒连带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家里面有没有 有 有吗 有 有吗 冠年墙的 冠年墙的 小瓶的这一个高粱 你看它已经放到这样子 黑了 阿伯 你是在台南的 台南 台南喔 你这怎么没喝啊 我没喝酒 我买酒没喝酒 蛤 我买酒没喝酒 你都没喝喝喔 没有 你这酒买来都没喝喝 放下去就算了 就放下去了 有什么要放 以前小小的就放下去了 你一中国知道说会起床 我 洋酒都三十 我都买高粱 你带我吗 我刚才说了啦 我刚才说了 我刚才走 不是很多人要给你赠名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觉得老九龄 你今天碰到专家 你家里面存的酒 都没有他家来得多 所以我觉得您估价应该不对 应该他估价才对 各位 我也有10亿 但是是稀稀 这两瓶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瓶是高粱 这一瓶是高粱 装了五粱液 什么 你说什么 这一瓶是装的五粱液 装五粱液 大陆的五粱液 对 这一瓶是高粱 怎么可能 这个就高粱 上面写着高粱酒 各位啊 你们相信吗 怎么可能 这个他说装大陆五粱液 我问一下这个是什么 哪一个年代的这一瓶酒 80年啊 他这上面梅花盖 都是81之前 80年喔 80年 他这里日期不明显 你的意思就是说两岸还没统一 酒先统一了就对了 外面的酒瓶是台湾的 一定有去买我来装 外面的酒瓶是台湾的 然后里面的酒有装到五粱液的酒 有装到五粱液 招数的吗 假酒的吗 没有啦 这么说不错 好 我们来顾一下这瓶高粱 目前 已经放20年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建价 1000块 跟各位讲一下喔 掌声鼓励啊 30几块变1000块啊 跟各位盖小姐 不怪也有数十亿啊 跟各位盖小姐 这个高粱非常好喝 他不出金门的耶 他没有 他这个以前台湾的小高粱 大家对他印象不好 其实82年喔 他喝起来口感很棒 那外面卖1000块 真的有人买 不过他这瓶是放了稍微 舊了一点会被扣钱啦 这个大概会扣 扣个一两百块啦 不过这个高粱真的非常好喝 那不过这一瓶就有争议了 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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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喔 大家鼓励一下 好 来 来来 开一下 还有谁人买一杯 有没有 什么比 五良益 五良益喔 百分之多少是五良益 80%以上 真的还假的 有那么高啊 有到80%嗎 跟各位讲一下喔 以前的 不是 跟各位讲一下喔 以前的进口 大陆的白酒里面有茅台 有五良益 可是他还是会勾兑高粱 对 所以他是有比例上的问题 你讲得很准 大概是七八十% 没错 好 来 这位呢 是林秀华 林小姐 林小姐 你好 欢迎您 好 林小姐 您从哪里来 我从台中来 台中啊 是 好 台中 这个 喜欢玉 然后买玉 或者珠宝的人还挺多的 是 好 刚刚我们看到那一个 现场的观众 好 等一下 他是要建议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伴手礼 伴手礼喔 哪里的伴手礼 台中的 台中的 是要送给谁 送给你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也要抱抱 你要抱 跟谁抱 我给你抱 我给你抱 来 赶快抱 小声鼓勇 好 来 你看到我们这个 花龙哥的话 粉丝非常的多 好 来 这个抱的话呢 一样是那个 按时假来计价 对 没意思 不会因为抱人下 你的东西本来是假的 就变成了 好 来 我们现场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真的很可爱 好 来 这个真的应该是很厉害的 来 林小姐告诉大家 好 这个翡翠的 这个 好 玉佩呢 是 冰种 好 冰种 特别强调冰种 他怕你讲错 我怕 冰种的翡翠 好 来 当时是在哪里买的 为什么会买的这个 是朋友 去大陆 带回来的 大陆哪里 知道 他是跑单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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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带回来是卖给你 还是送给你 不是 卖给我 卖给你啊 就是玉石商嘛 对啦 专门在卖玉石批发商 所以那时候 他很多 钻石啊 珠宝批发商 对 钻石也去大陆吗 不是 不是 就是玉跟钻石 他都有卖 钻石 那等于是说 他拿了一堆来给你选 结果你选了这个是不是 不是 他拿这个来卖我 因为他就知道说你喜欢他 对 然后觉得你非常的符合 这一个翡翠的预配 不是 他那时候 买回来的时候 我还不是很喜欢他 因为他 没有那么透 15年前买的时候 没有现在这么亮 这么透 你越来越亮 越来越透 对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造型 他其实做得非常的细致 他上面是雕什么 我是上个礼拜才知道 他是 两只 前后 两只老鼠 咬了一条胡瓜 我到上个礼拜才知道 两只老鼠咬了一条胡瓜 为什么要咬胡瓜 为什么要咬胡瓜 不是应该要咬钱吗 咬钱 金钱鼠嘛 对 大概是 就是雕他的那个 因为他舍不得中间那一块 我知道了 瓜地绵延 然后招财进宝 对 清雪 厉害 我会讲 我学多文 不知道他怎么样 把它连在一块 好 来 但是这个珠宝商也很厉害 通常他卖你东西的时候 不会拿一堆东西 因为你没有办法无从下手 好 没有关系 我就带了一个东西给你 然后告诉你说 你很符合这个东西 然后我会给你一个优惠的价格 对不对 那他当时给你这个价格的话 有多优惠 他那时候是开三万粗 就一个石头 上面那个头啊 垫子都没算 就是裸石这样子 裸雕 雕好了以后 然后您杀到多少 我给他杀两万 他不卖我 结果呢 就两万五 后来是两万五成效 我看到真照了 我摆在衔环境下面给你看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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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讲耶 不啦 撩也撩两万五而已 对不 还好 还好 他刚刚已经补回来了 就抱了一下 但是我 我带他十五年很有感情 你平常都有带着他 对 我都带着他 好 我给你讲重点在哪里 这一个 黑黑的 这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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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了 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 有 你觉得这是什么 石花 这个我跟我太太 搞不好真的是石花 我跟我太太如果一斗嘴 我太太就跟我讲 她就跟我讲一句台语 乳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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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不太会讲 对 你现在好像有点那个味道 可是所长搞不好 人家珠宝上也是跟他讲 这个就是那个石花 对不对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好 这一个翡翠的玉佩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建架 哈哈哈